大家好今天呢我來到這個很漂亮的地方了 那這個地方呢在之前我在跟大家分享SM250的相關影片的時候又來過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的東西呢就是關於光陽最近上市一台檔車K-RIDE 400 那關於這台車呢我在我的記事本裡面又做一些資料 那這台車呢他是第一台國產並列雙鋼運動街車的檔車車款 那其實呢在國產黃牌市場啊光陽有很多的第一次 像是維大士260他就是第一台國產黃牌然後V型雙鋼的檔車 那接著呢最近上市的Donta 350 TCS他也是國產黃牌集聚裡面第一台 搭載了TCS車身動態穩定車款的車子 然後呢 K-RIDE 400他就是國產並列雙鋼400CC集聚運動街車的第一台 那可是這三台車呢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光陽的行銷都做得很低調 那也很少人知道這三台車的存在 甚至是說這三台車居然大家都知道但是能見度也不高 那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K-RIDE的這台車 他到底是 怎麼騰空出世的 那接著呢我們就 上路去說吧 其實呢K-RIDE 400他也並不是一台騰空出世的車款 他早在去年呢就已經在長洲光陽的官方網站發佈上市了 那KY的400載車呢 他其實他的動力啊是源自於Kawasaki的ER4N 那ER4N呢 就是我們台灣國內熟悉的ER6N的降排氣量版本 因為日本的駕照法規啊 他們在超過477級距之後呢 就要再考另外一張駕照才能再駕馭 也就是說很多日本的消費者啊他們是希望 車子的排氣量盡量不要超過400CC 這樣子呢他們才不用再去另外考一張駕駛更高更難考駕照 然後才能駕馭這些車款 所以說很多車款啊像是ER6N 或是CBR500啊他們都會有對於日本國內的400CC排氣量的版本 那ER4N就是在這個時空背影之下誕生的車款 那我身邊也有朋友啊他有去過日本騎乘過ER4N這台車的有造版本 就是忍者400 那他給我的回饋反應呢 就是說這台車騎起來就是 很重然後又沒有什麼力 那我那位朋友呢現在他騎的車款是YDFR3 所以說以現階段 黃牌輕檔車級距的 看法而言呢 KRIDE 400這台車啊 他用上了ER4N的動力單元 那他的整個車架算有重新設計過 可是像是其他周邊的一些設備啊 重量沒有降下來情況之下 造成了現在的KRIDE 400 他的重量 比目前Kawasaki的力400 足足重上了38公斤之譜 然後呢軸距也整整長了100mm 也就是10公分之多 那也就是說KRIDE 400跟ER4N 還是面臨到一個相同的問題 那就是他們有著650級距的車身跟重量 但是他們卻只有400cc級距的動力 那對應到騎乘的感受上而言呢 這台車可能就是不會像 現在販售的 MT03啊 他力400來了這麼的刁鑽靈活 然後呢動力又這麼的充沛 畢竟在車重的稀釋之下 馬力重量比的優勢就出不來了 更何況 目前在台灣販售的力400 他的引擎除了完全的縮小化之外呢 他的動力還比KRIDE 400的 這顆ER4動力單元還要來的強勁 動力方面 ER4N 他的動力單元啊 就比目前販售的力400動力單元馬力小了一批 然後呢扭力少了0.1公斤米 那在螢幕上我也把 ER4N KRIDE 400 還有力400他的規格完整的列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主要就是把馬力 扭力 車重還有軸距列出來 那我再給他一個比較素質 CBR650R 我的小六載 他的軸距是1450mm 所以說這就會造成了 目前我所說的 KRIDE 400面臨到最大的問題 其實不是 他的車價等等的 而是他的車子 是用600CC極具的 車身 還有重量 但是他卻只有400CC的動力對應 那最後呢 就是最關鍵的價格了 我想價格方面呢 網路上都會有啦 但是呢 以我自己的看法而言啊 KRIDE 400這台車 他會訂這樣的售價 應該就代表著他並不是 想要來個 一波搶勢 那這個產品呢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 光陽推出來 試水溫 或是 一個怎麼講 增加市場的一個產品 發生什麼事情了 也就是說 KRIDE 400他的主力銷售市場 應該還是在對岸 因為呢 在對岸 其實KRIDE 400有個 直接的競爭主要就是 春風400 春風400這台車呢 他是使用 春風650 然後來降排氣量達成的車款 春風650呢 他的動力單元 又是來自於 Kawasaki的 ER6 也就是說 春風400跟 KRIDE 400 算是 稍微有 一點點很 稀薄的血緣關係 那 在對岸的市場呢 因為他們的 進口車 其實是 進去之後 不大好賣 因為 加上關稅價格 都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說 KRIDE 400 在當地販售 然後 就是 會有一個 比較好的市場銷售成績出來 那 這也只是我猜測啦 不過整體而言呢 我是覺得 既然啊 光陽他有 心要在台灣 經營這一塊市場了 我是覺得 KRIDE 400 雖然說是 可以當成一個 試水溫的產品啦 但是 售價方面 真的真的 可以再 好好的 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再做個調整 不然的話 這樣的售價 先不說 酸民怎麼講 其實以一個 很公正客觀的角度 而言呢 這樣的售價 目前在台灣 其實 買到的車款 第一個 他的引擎的系統 比較新 那 第二個 他的車重 明顯的輕了很多 黃牌級距呢 通常都會是 很多 考到 大眾駕照的 車友們 所要入門的一個級距 那如果說 對於一個 剛考到駕照的 新手而言 他要去入手一台 裝備重量跟600cc一樣重的車款 然後呢 動力又只有400cc的級距 那你覺得 這個東西 他會賣得好嗎 那再來就是 很多車友都在關心的 為什麼 K-Rider 400會這麼的重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目前 攤開黃牌級距的 擋車市場 忍者400或是 利400 MT-03 還有CB300R 跟 Duke 390 他們的配置 光是前面的配置 就差異非常大了 K-Rider 400 他前面用上了 41mm內心 然後 52mm外心 然後 前雙疊 倒叉 然後 輻射卡前的配置 光是這一個配置啊 重量就已經是 非常非常驚人了 以我的CBR650R而言呢 他的內心一樣是 41mm 但是他的外心 只有 48mm 那K-Rider 400 他的 那一組 非常非常 雄壯的 倒叉呢 我覺得就可以 降掉 就可以吃掉不少的重量了啦 那更不用說 他的整個 搖臂結構啊 或是他的 車架結構 等等的都可以 耗掉非常多的 體積跟重量啦 再加上那一顆 由650CC 縮小而來的 發動機 就是他的引擎 其實他的 這顆引擎 佔的重量也是相當的多 在種種的 因素之下呢 K-Rider 400啊 他的 重量 勢必而言是 降不下來的 所以說 要降重量的話 也許就只有 換一顆引擎 並且把周邊 都全部砍掉重鍊了 但是呢 以K-Rider 400而言呢 他確實是 達到了一個 在台灣 試水溫的目的 那為期許啦 未來 如果有機會的話 看看 國產的廠商 能不能因為 K-Rider 400這台車 然後呢 就是提起 一些欲望 再去創造 一個 比較好的 國產 黃牌極具具的 檔車產品 以往的國產檔車 不管是 酷龍 T1 T2 那甚至是 維納斯 他們都有車身 重量 過重 還有就是 車子的整個操控重心 分佈的不好 等等的問題 那造就的說 國產檔車 他在操控性 還有他的動力 馬力重量比上面 都不像進口產品 來的這麼的好 這麼的優越 那既然我們都已經知道 國內的產品 都有這個能力了 其實 就只能期待啦 KRider 400這台車呢 以我自己的看法而言 他就是一台 除了中國市場以外 然後在台灣市場發佈來 試水溫的產品 那他 終究不會是主流 而且 以目前官方的操作角度而言呢 KRider 400 我想也不是 官方想要主打的一個商品 所以他才會這樣子 靜悄悄默默在台灣來上市 那以他的規格配備 還有他售價而言呢 其實也並不是 非常的突出 再加上他是以國產的身份上市 那我想呢 這台車的銷量 終究會是 小眾啦 那到底會多小眾呢 這個我不知道 也許 可能比維納斯還要少吧 不過呢 很多人都在問這台車 到底是打哪來的 所以說我就是把 我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東西 然後 查到一些資料 在這邊 做成這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簡單而言呢 KRider 400 就是 KRider 400 KRider 400 4N的 孫生兄弟啦 只是他的車架 跟一些機構 經過了修改 那外型上也整個都是 大不相同的 但是引擎呢 確實就是 同一顆 然後呢 跟目前的 力400相比呢 他的整個技術水平 是差了一個世代的 那 要用什麼理由 說服自己買單 KRider 400呢 這個就是 看大家 到底 喜歡這台車的哪些地方 還有他的一些 嗯 整體的 怎麼會講 整體的 產品感受吧 對啊 那 你要我推薦這台車嗎 其實 我也不知道要從何推薦啦 因為 畢竟 你花了這麼多錢 就買到是一個 上一個世代的引擎產品 我想很多人都不會接受的 何況是一台 車身重量 這麼的重 然後 動力又是400級距離 那對於新手而言呢 他也是一個 比較沒那麼有吸引力的產品 因為在現在的市場上啊 20出頭1然後 有力400 有MT03 然後又有CP300R 這些 強敵環式之下啊 KRider 400 像 現在這樣的配備 要殺出一條血路而言呢 我只能說是 非常非常的困難 基本上來講 是不可能的事情啦 那更不用說 他的競爭對手 除了有更新世代動力 跟設計之外啊 還有很多科技的加持 對那 也就是說 KRider 400 好吧 就 講到這邊為止了 對 那如果大家不想看到我收船票的話 其他的東西就大家自己去 意會一下吧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聽說 大家下集了 小朋友 在這間 應該是 小朋友 嗎 小朋友 你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